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Dr.友丽 百合博士的医学心理学频道 今天呢 我一定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 这是一本日文书 它是连续三年 在日本全国都热销的一本书 在2020年的时候呢 热销的排名第一位的这本书呢 叫做Factfulness 这本书呢 在2020年的时候呢 它是排名第二 到了2021年的去年呢 它就排名全国热销第一名 就是今年的2022年呢 它还是在持续热销 所以呢 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不容辞的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的日文名字呢 叫做 也就是说人啊 或者是人生啊 这个Quali上是九格哈 汉字写出来 它的中文意思呢 是九成 也就是90%的人生啊 是受这个语言 也就是说话的方式呢 所决定的 所以这本书的第一章呢 它就是在强调 这个说话的方式啊 对我们的人生 对我们的工作 对我们的恋爱 对我们的夫妻感情 对我们的普通的人际关系呢 有多重要 这本书呢 总共是有238页 它用了37张呢 来进行叙述 其中呢 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呢 它还用了这些小漫画 很好的表述 非常的形象 那么这样呢 平均在每一张的内容呢 也就大概是呢 三页左右 我们知道三页书 是很容易读的 是吗 一张读完了 接着一张 一张读完了 接着一张 那么很快呢 就把这本书呢 全都读完了 当读到这本书 感到非常顺畅的时候呢 让我想起来 斯坦佛大学的 叫Fogg的这个心理学教授 他有一本书 叫做Tiny Habit 他就是强调说呢 想要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任务呢 把它简洁化 把它缩小以后 就更容易完成 所以在这本书上 体会到了 Fogg教授呢 说的这个方法 在一张里 只用三页来描述 你就觉得这本书 太容易读了 并且呢 这个作者呢 他还把很多呢 很重要的问题呢 他都用一二三 归纳 表述的非常的简洁清晰 所以更容易记 更容易表达 这本书呢 他的名字我们知道 他在第一章呢 正好和他的题目呢 相吻合的就是说 我们的人啊 我们的人生啊 的九成呢 是取决于 我们的说话方式 他紧接着呢 他就说 其实啊 我们的这九成的说话方式 实际上是取决于 九成的我们 倾听的能力 或者是 倾听的方法 所以他在这本书里呢 也用了大篇幅呢 来讲述 如何来做一个 倾听者 如何呢 来很好的 去倾听对方 他强调 一个很好的说话方式呢 他取决于 一个更好的 倾听方式 而且说呢 人性啊 都重视自己 觉得自己最重要 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啊 越是理解他 去关心他的时候呢 他就会越喜欢你 这本书的副标题呢 叫做 一本的 还有呢 是 你要是学好了这本书里面呢 技巧呢 用一分钟呢 就可以和 你说话的这个对象 会有很好的交流和互动 他还教给我们 百分之百呢 让人产生好感的 这种说话的技巧 我们通常情况下呢 与人交流的时候呢 都会在想 说 哎呀 我怎么说呀 我应该说什么呀 我这样说好吗 我这样说行吗 他说 如果要与人 很好的交流的话 要想到的是 如何让对方 接受你的内容 也就是呢 要先想到对方 才可能呢 进行一个好的绘画 他在这本书里呢 用了很多具体的例子 告诉大家 怎么来用好这个技巧 用好了这个技巧呢 就可以让这个对话呢 顺利的进行 比如说 要用好表情 要用好声音 还要用好动作 我们知道表情 如果给人一个微笑 就让人感到 非常的容易接受 容易产生好感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声音 我们知道用语音 打电话的时候 声音是那么样的温和 对方呢 也会感到有好感 容易呢 对话 他还强调 那就是动作 动作这个作为表情来说呢 特别的重要 我们知道 在脑研究 关于记忆的研究中发现呢 影像啊 是给人最深刻印象 也就是给人 最好记忆力的方式 那么 这个作者呢 在强调表情的过程中呢 他强调动作 动作带给人的这种肯定啊 带给人的这种同意啊 是非常容易与别人交流 给人带来好感的方式 他还用了一个方法呢 叫做扩张法的与人交流 或者叫做倾听方式 他说第一个呢 就是感叹 当别人说话的时候呢 一味的表示 你非常的专注 在倾听呢 你要有感叹的感觉 哦 是吗 第一个是感叹 第二个呢 是反复 也就是重复 说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对吗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是有同感 说哎呀 你遇到这个事情 哎呀 太难为你了 哎呀 你做的真好啊 是有同理心 表示有同感 第四个呢 是要赞同 说你做的太对了 要是我 我也这样啊 非常肯定的呢 肯定对方 称赞对方 赞许对方 第五个呢 就是用提问的方式 再进一步呢 表示你对他说话呢 非常的感兴趣 还要去确定呢 其中的内容 这个扩张的 这个倾听法呢 是非常有效的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哈 第一个就是感叹 哎 说对啊 哦 是吗 这种感叹方式 第二个呢 是反复 对 哦 是这样吗 把他的话呢 再重复一遍 第三个呢 就是同感 哎呀 你做的这个事情 太了不起了哈 哎呀 太不容易了 你一定特别高兴吧 跟他呢 有同感 第四个呢 就是对他 对他表示称赞 赞许 第五个呢 是用提问的方式呢 更进一步呢 表示你对他说话的内容呢 感兴趣 所以他用了这几个方法 他还说当见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呢 哎 不要自己主动的呢 就上去呱啦呱啦 说了自己很多的话题 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哈 还可以找出一些话题来 比如说哎 小动物呀 我们的家乡是不是共同的呀 或者是说 哎 有些饮食啊 好吃的东西哈 这都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所以他在他的这本书里呢 还举了很多的具体的例子 嗯 还强调说 我们作为亚洲文化成长的我们自己呢 自我肯定感呢 都是比较弱的 他要强调呢 一方面呢 在跟别人交流的过程中 即便是在批评对方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注意呢 要有尊重对方的这种心情 要有尊重对方的这种态度 那同时呢 也要有非常良好的自我肯定感 所以他这本书呢 呃 非常的热销哈 呃 他真的是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呢 总结给大家 所以呢 尊重对方 和对方呢 一致哈 有同感的 是最容易交流的一个好的方式 呃 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方式 就是说啊 比起来那个逗我笑的人来说呢 我更喜欢那个和我一起笑的人 我觉得呢 他用的这个例子特别有意思哈 呃 他还说有的人呢 工作呢 特别的勤勤恳恳 一大早就去工作哈 很晚了才回家 呃 什么事情都优先抢着干 可是呢 呃 怎么觉得他的人际关系 并不是那么良好呢 并没有受到大家的认可呢 他说这个人呢 虽然他特别的勤奋 可是呢 当他努力工作的时候呢 他觉得他自己努力了以后呢 他就有点对别人 对他的同事 甚至他的老板 都有些居高临下哈 哎 就觉得自己干的多哈 用些语言呢 就不去尊重对方了 就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心情的时候呢 所以呢 大家呢 就跟他不能够有更好的 哎 这种同感 这种同理心 或者说是更好的交流方式 我也有呢 跟大家一样的哈 三个共通的人性的特点 所以我也希望呢 得到大家的关注 我也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赞许 所以我盛情的邀请大家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你一定要为我点赞哈 你一定要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也就是在屏幕的右下角 有订阅 还有呢 日语就是Toloku 英文呢 就是Subscribe 只要点一下呢 就可以了 我也非常哈 期待你的关注 认可 赞许 所以我也期待你的点赞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也希望在下期的节目里呢 见到你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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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